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这是啥呀 开观摩会吗 大家好 我又来鉴定网络人们装修了 今天呢 我带你们长长见识 领略一些极富创意的奇葩装修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厕所 看来这家的主人 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连拉屎都要在一起 有了双马桶 怎么能少得了双台盆呢 只不过这两个盆 如果同时使用的话 会有些尴尬 这个厕所就比较厉害了 通过拔高马桶 来实现干湿分离 与此同时呢 还可以锻炼身体 非常高明的设计 同样是抬高马桶呢 这个设计就比较合理了啊 不但有干湿分离啊 而且上厕所的时候 仪式感十足 如果马桶堵了 我们还可以欣赏到 层层叠叠的这个瀑布 非常美观 这个 这个就牛了 这个的话可能是觉得这个厕所 面积太大 有点浪费 就增加了一组 可以喝茶聊天的区域 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这是啥呀 开观摩会吗 我们接着往下 这种问题呢 这种呢就会打架 通常我们只会想到 换一个移门 或者是外开门 但是却没沉响 把门切掉一个脚 有的时候 却是最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 下一个 就是那种最经典的 爸妈最喜欢的装修风格 一到晚上这个灯一开 整得跟鬼屋似的 所以啊 装修还是 尽量不要让老人参与 我一看 好像这个灯球啊 应该是失臣王仪的吧 这个也是王仪的风格 早期厨房嘛 这种情况呢 也比较常见 通常是因为 没有规划好点位 所会造成打架的情况 不过这个空调呢 真的还不如 直接全部都塞到柜子里 做成一个保温柜算了 不开玩笑啊 话说回来 我还真见过这么一个情况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梦改里面 朱老师设计的那套 苏州老宅 朱老师呢 就把他的空调 藏在了衣柜里面 然后他在衣柜的上方呢 做了一个隐藏的出风口 既美观又节省空间 下一个 这个砖贴得我真的是 头晕眼花 走着走着 他可能就倒到浴缸里去了 下一个 这个沙发呢 应该是砖砌出来的 能把砖块 砌得这么圆润 绝对是手艺人 这个不是搞笑 是技术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啥呀 我估计呢 他是把这个橱柜 装到了 所以本来应该 在最下面的抽屉呢 就变到最上面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抽屉呢 用来装私放钱 绝对安全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主人 还是蛮有追求的 毕竟呢 他用的是玻璃砖 做隔断 然后呢 马桶形式 也是比较高端的 食材也是用的 比较考究 就可能这个智商呢 确实不是很考究啊 这 这是谁 好像是 Jashtin Bieber吧 这种把偶像 印在家具上的行为 不是很推荐 首先呢 这个颜色太跳跃了 其次呢 如果朋友来家里做客 容易被嘲笑 就跟你别说啊 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他这个壁栯啊 挖的比较难看 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贪心 够用就行 绝对不多挖一点 这个楼梯 我大胆猜测一下 可能是之前设计的时候 没有把楼梯设计进去 装修好了之后发现 上不去 所以呢 就随便找了个位子 装了一个这么一个楼梯 这个斜度估计有80度了 每天上下楼 都是一种折磨啊 太不方便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上下楼方便呢 这个就可以方便 好了 今天我们就品鉴到这里 我是方子亮 拜拜